90后情侣Alan和Zoey 在2010年合作开设首间设计公司 现在已拥有8间店铺和公司 最新的店铺就是明记甜品 年纪轻轻的他们为何会选择创业呢? 当时可能因为我是设计的backer 设计开公司是比较容易入门的 因为可以开自己的studio 一个投资也不太大 之后可能会返回它 因为它对市场也有兴趣 大家一起去做这个品牌 现在8间店铺和公司 每年的营业额大约有2000万港元 盈利就有700多万 究竟有什么经营之道? 我认为团队很重要 因为我和Zoey两个人要做的事 其实做得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我们的员工 我们对它好些 它自然对工作都会比较上心 近乎一些 如果年轻人要创业 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呢? 其实我觉得 创业来说 应该是要做自己真的喜欢的事 因为一个生意 始终有一个高潮有低潮的 如果你不喜欢 不够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低潮的时候 你会很大压力和很辛苦 相对如果我喜欢这件事 就算低潮 我都会很有这个 motivation 去继续坚持住 他们的顾客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透过网上宣传 做到市半功倍的效果 其实我们觉得 slogan很重要 因为每个客人看你的照片 或者是post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就是看你的字 看看能否吸引到它 例如我们的铝蛇窗 我们会说是全港 为了一间铝蛇窗的场地 另外例如 就像我们的combo 我们就会说是一个收费 十种娱乐 首先去令到别人看你的post 即是引起客人的兴趣 Ellen和Zoey以情侣当合作做生意 究竟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缺点我觉得没什么 但优点就是 我们大家有个共同兴趣 也是我们情侣的原因 我们可以有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不会怕怕什么 有什么争吵 我们可能也没什么怀处 因为分工我们都很分明 比如租资或者市场 他管的 设计和包装 我想我们也不太干涉 也信任大家在做的事